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六百四十三集 强悍的徐世友 在白小春的身份 从狱卒变作犯人的这半个月 整个巨鬼城内也不再是如之前那样的山羽欲来 而是重新热闹起来 似乎之前的种种传闻的确是空穴来风而已 三大家族也都继续在巨鬼城内收魂 如往常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 唯独内城中 平日里很少外出的巨鬼城十大侯爷 在这半个月里杀而露露面 可也仅止于此 一切似乎没有什么让人特别注意的端倪之处 同样的 在三大家族内部 那三位天然老祖也都陆续的对外宣布要闭关 只是暗中 这三位天然老祖 时常的在他们的闭关之地 抬头望着苍穹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时间流逝 又过去了七八天 巨鬼城内依旧是人群熙熙攘攘 在那湖城河下的魔牢中 白小春也风生水起 虽是犯人的身份 可在丁区牢狱中他被特殊对待 使得他在丁区 渐渐的也与曾经身为狱卒师一样 依旧的可以横行四方 而且魔牢第一黑鞭的身份 也在这段日子里 因其他三区的频繁邀请 随着无往不利的一次次审问 越发的声名赫赫起来 此刻 乙区的牢头 与乙区的十个小队的队长 正带着笑容 簇拥着白小春直奔乙区而去 白虎兄弟 这一次就拜托你了 实在是那徐氏友奸诈无比 眼下用尽手段 也无法让他说出赃物下落 是啊 白虎兄弟 此分若能成功 我们已去愿意拿出三成收获 作为白虎兄弟你的酬劳 众人笑谈中 一个个看白小春时都露出善意 实在是白小春的名气太大 对于魔牢的狱卒来说 与白小春交好 就等于是与财富结缘 小事儿 乙区的兄弟们开口了 就算没有分我好处 白某也必定是全力以赴 白小春这话说的漂亮 乙区众人听了也都舒服 可也知道 魔牢的规矩不能坏 而且就算是为了以后 属于白小春的那一份 也是一定要给的 一群人笑谈中离开了丁区牢狱 途中但凡是遇到的狱卒 都是在看到白小春后 笑着打招呼 根本就没把白小春当犯人 白小春也一路笑容回应 他性格就是这样 别人对自己有善意 他就回报善意 而且眼下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份 于是在言辞上更是尽力 让所有人都觉得如沐浴春风一般 很快的 众人就到了乙区 乙区虽不如甲区那么庞大 可比起丁区来也是大了不少 尤其是丁区的牢狱 同样磅礴 那一个个骷髅头的牢房中 乖压的犯人明显在凶残的程度上 超出了丁区 就是这里了 白虎兄弟 全靠你了 不多时 众人在一处窟窿头牢房旁停下 乙区的牢头客气的向白小春开口 白小春背着手点头 目光扫过这牢房 其内坐着一个中年浑修 这浑修墓中带着轻浮 看到白小春后 双目微微收索 显然是听说过白小春第一黑边的名声 你们不用浪费时间了 徐某承认自己不是什么嘴硬之人 可我如今修为济师 在这磨牢内被死器服侍 怕是活不过十年 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们磨牢神通广大 只要每天给我安排一百个姿色不错的女修 让我舒舒服服的 十年后 我死前 告诉你们我的财富所在之地 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徐氏友冷笑 听到这徐氏友的话语 白小春没理会 直接让人打开牢房的门 走了进去后 袖子一甩 顿时黑雾扩散 遮改四方 这举动 让外面的乙屈欲足纷纷振奋 可在白小春面前 这徐氏友 却是内心一颤 呼吸微微急促 死死的盯着白小春 你要干什么 我最多活十年死都不怕了 不满足我的条件 我绝不开口 咱们商量一下 你也听说过我 我一旦出手啊 我自己都害怕 何必呢 白小春干咳咳的一声 看一向徐氏友识 脑海里也在回忆之前一路上 以去对此人的介绍 此人在被关押前 是聚鬼城巡逻队的侍卫 之所以被关押 说来也是自身找死 此人平日里 但凡有人招惹 牙子必报 定会寻个方法将其灭门 这些年 凭着侍卫的身份与手段 将聚鬼城内的数个小家族抄家 夺了其全部资产 积累了一笔不菲的财富 若他没有别的恶心也就罢了 就算有人想要整他 因其身份也有些棘手 可偏偏这徐氏友好色如命 暗中干过不少掠夺之事 数日前 被他劫走的一个女修 竟与拒鬼城的一位侯爷有关联 这才惹下大祸 被那侯爷一怒之下废去修为 甚至觉得斩杀都不解恨 于是收押在此 让他承受磨牢之苦 这么一块肥肉 到了磨牢内 众人自然不会放过 可此人明知自己活不了多久 所以嘴硬至极 提出种种要求 偏偏这个要求 已去难以满足 也等不了十年 于是就有了邀请白晓春来此的这一幕 徐氏友后退几步 向着白晓春大声说 没得商量 白晓春叹了口气 他在这磨牢内审问犯人 就没有遇到一个配合的 此刻摇头时 很是娴熟的一拍厨袋 顿时取出一枚发情单 鱼手中碾碎 用了一半的碎末 一弹之下 顿时就向着徐氏友扑面而去 容不得徐氏友反抗 顺着其口鼻就直接钻入 白某审问的每个人 都是开始时嘴硬 可最多几个时辰 没有翘不开的嘴 白晓春 背着手站在那里 抬起下巴 傲然说道 可话语刚刚说出口 那徐氏友立刻就呼吸急促 双眼刹那仿佛要喷火 可是他的表情却很奇怪 与白晓春之前审问 其他人完全不同 这徐氏友似乎不但没有痛苦 反倒在这一刻 表情中露出古怪之意 没有维持太久 只不过十多夕的时间 徐氏友的面色就恢复如常 不过全身却是出了一身大汗 他双眼冒光 呼吸更为急促 抬头火热的看向白晓春 怎么没了 还有吗 徐氏友赶紧开口 神色内居然都露出一些焦急 大有一种正在关键时刻被打断的失落感 啊 白晓春也愣了一下 这种事情他还是首次遇到 连忙低头看向自己手中的丹药碎木 他琢磨着是不是自己拿错药了 一确定没错后 白晓春不可思议的看着徐氏友 给我 给我给我给我 徐氏友望着白晓春手心内的那些药粉 激动起来 白晓春的额头有些冒汗了 他还是首次遇到这种情况 迟疑中右手一挥将手心内的药末都给了徐氏友 徐氏友立刻振奋的站起 一把抓住 主动放在口中吞下后 他全身一振 靠着墙壁闭着眼 神色中似有陶醉 这一幕幕让白晓春头皮有些发麻 下意识的退后几步 看向徐氏友识 如见了鬼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啊 居然没用 他就是在享受 这白晓春觉得自己的世界要坍塌了 实在是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有人享受发情单带来的火热冲动 他也太变态了吧 可是还没等白晓春这里震撼多久 徐氏友全身哆嗦汗水大量的流下 恢复如常 但是他却挤眼了 猛的睁开眼 向着白晓春大吼 还有吗 再给我一些 白晓春不由的倒吸口气 这徐氏友给他带来的震惊实在是太大了 甚至让白晓春这里也都有了浓浓的好奇 于是再取出一枚丹药 扔了过去 徐氏友激动的一把抓住 立刻吞下 可也就是半煮香 他眼珠子都红了 近乎发狂的低吼 再给我一枚 再给我一枚 不对不对 给我三枚 白晓春神色古怪 又取出一枚丹药 徐氏友立刻眼睛就直了 若非是修为尽尸 他怕是都会出手抢夺 此刻呼吸粗重而极其 正要开口时 白晓春咳嗽了一声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那个 你告诉我你的积蓄藏哪了 我就给你一枚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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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